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这个春天的时候 也就是春节过后 我们北方人喜欢吃春饼 那么春饼呢 也就是把这个喝菜带帽的这些菜 给它分开来个别的炒出来 那么就是吃春饼来用的 那么首先呢 就讲这个肉丝 这个肉丝呢 北方人是不腌的 但是呢 我为了这个滑嫩 所以呢 这个切好了的这个肉丝呢 给它用这个酱油 酱油和这个太白粉 来给它腌一下 这个太白粉呢 必须要用这个 调了水的太白粉 调了水的太白粉 这样子 因为全是瘦肉 所以呢 如果是不放一点水的话 这个肉丝拌不开 那么就这样子 把这个肉丝 加了这个酱油跟太白粉 湿太白粉 把它拌一下 等一下就可以拿来炒了 另外呢 就是这个豆芽 酒黄 还有呢 就是粉丝 再就是菠菜 当然了 你如果喜欢放一点这个香菇丝 也是可以 还有北方人喜欢放喝菜 什么叫喝菜呢 也就是木耳 泡好了的木耳 那么现在呢 就是把锅子烧热了以后呢 把肉丝炒一下 通常肉丝 跟菠菜炒在一块 因为这个要合在一起 一样一样炒 固然可以 那么能够合在一块的几样 炒在一块呢 就方便了很多 那么也有的人呢 喜欢在这里面放一点虾仁 也不是不可以的 没有虾仁的时候 泡一点这个干的大虾米 来做 也是可以 好 这个材料呢 并没有固定 所以非要放什么不可 好 这个肉丝呢 应该泡的时间 腌的时间久一点 再来炒 就比较理想 这样子把它化开来 一丝一丝的 熟了以后呢 把多余的油呢 倒出来一点 然后就把菠菜下锅呢 一起炒一炒 好 这样子 好了 就把这个多余的油呢 给它毙掉一点 然后呢 这个里面呢 就把这个菠菜放下来 好 这样子炒好 因为吃的时候呢 要蘸酱 所以呢 我们这个调味呢 都很淡 不要放太多的 调味 也就是说 不要炒得太咸 这样子把它炒好了 先盛出来 好 那么今天呢 我是为了方便 所以呢 我们就用两种来炒 现在呢 再来炒这个豆芽 和这个粉丝 好 锅里呢 能就是放油 油热了呢 要给它用一点 这个葱花来给它 爆一下 那么葱花爆好了以后呢 记得要放姜油 好 同时呢 要给它焖一下 要给它焖一下 好 这样子把它焖一下 这个粉丝呢 如果是用热水泡 已经泡得很脏了 一炒 马上就会透明 那么把它这样子 烧得透明了以后呢 放的是豆芽 用大火把它炒熟 好 这个是很特别的 并不是先炒豆芽 请您记得 是先放粉丝 把粉丝烧透 再放豆芽来 一起给它拌 拌炒到这个豆芽 拖了生 拖了生了 这里呢 就是酒黄 把这个酒黄呢 放在一起 再把它拌一下 这里呢 还是要放少许的盐巴啊 不能炒得太咸 好了 这个好了以后呢 把刚才的这个 炒好的这个肉丝 和菠菜 就下锅 在锅里头 给它这个拌起来 好 把它这样子拌好 拌好了 就可以装盘子了 那么这个就是 炒的和菜 和在一起炒的 这个叫和菜 那么和菜上面 这边的这个帽子 也就是用这个 用蛋 用两个蛋 给它煎一个很大的 这个蛋饼 放在上面 蛋皮放在上面 然后吃的时候呢 每个人就是用这个筷子 自己呢来 一面加的 好了 这是一个蛋皮 就这样子上桌 那么吃的时候 用筷子分开来 就可以了 这里是薄饼 葱姜 葱和酱 蘸着吃的 这个跟吃烤鸭的方法一样 好了 和菜帽帽给您示范 好了 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